我们对于这件事的一个重视的程度 那最后一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其实我们就是大家的一个 应该说代意识的一个主要工作 其实就是为大家发声 来表达大家的一些想法 那所以质询就是来帮大家来 质询这些官员有没有好好把工作做好 有没有把我们的市政给做好 所以倩平非常珍惜每一次的质询时间 那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资料看起来的话 倩平的质询率也将近都是百分之百的一个质询率 所以在这边用三个第一跟大家分享 倩平是一个教育专业专职用心的一个议员 也希望大家可以用选票来肯定 那我最近在跑行程的时候很多人都会 给我很多的一些回馈跟意见 那当然我听到的很多都是正向的 都是看得到倩平的认真也肯定我的努力 但是我更担心的是这个分票的效应 所以希望大家用选票来肯定 不要认为说倩平是稳当选的 然后都没有替倩平担心 然后选票就这样一一的流失掉 所以拜托大家可以全力的来支持9号 教育专业问证用心 优质的好议员9号李倩平 感谢大家